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的政局乃至外交政策的演变 一直受到这一格局的影响 在国共内战中获胜的中共在执掌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后 随即宣布了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然而即使在这时 中美两国关系也仍留有肉干可以转滑的余地 真正导致彻底关闭中美关系和解之门的 是朝鲜战争 中共以一百多万中国青年的生命为代价 和美国接下了一时难以化解的仇解 实际上 中共是自愿参加这场由北朝鲜今日成调起 并且在背后得到斯大林支持的战争的 中共打着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旗号 实际上 却是毛泽东为了打肖斯大林 对他所谓红皮白萝卜的疑虑 即表面上的共产党 而实际上的民族主义 以便取得加盟社会主义阵营的许可证 以致在国内立足未稳的情况下 扮演了一个替老大哥和小兄弟火中取历的可悲角色 中国在做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以后 不仅劳而不公 所获甚微 而且由于美国第七舰队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 随即开进台湾海峡 失去了近战台湾的机会 相比之下 苏联则是朝鲜战争最大的赢家 他在把中国拖下水后 自己却一直避免直接卷入 躲在幕后坐山关虎斗 收鱼翁之地 通过朝鲜战争 苏联一时数鸟 既利用中共北朝鲜打了一场代理人的战争 在东方牵制了美国 而减轻了苏联在欧洲的压力 同时 又阻止了中美之间可能出现了和解 让双方在战场上彻底撕破了脸 而且 还趁机大发中国的军火财 把大量二战时期的剩余军火卖给中国 还要加上利息 大大的赚了一笔 苏联这种损人利己的做法 让中共认清了这位共产党老大哥的真实面目 种下了日后中苏交物的种子 1969年3月发生的珍宝岛事件 为中美两国重新走向和解 提供了重要的机会 珍宝岛事件的发生 或许有某些偶然因素 至今仍然无法弄清究竟是谁掀开的第一枪 却是中苏关系经过50年代短暂的密约之后急剧恶化 并且愈演愈烈的结果 中苏关系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来 开始持续恶化 两个共产党从意识形态上的争论 发展到国家关系的全面紧张 彼此之间激烈对骂 边境纠纷不断 两国之间的边境 由原来的有兵无防 或有兵少防发展到双方大兵压境 剑拔弩张 终于大打出手 彻底闹翻 珍宝岛事件后 中共在国际上的处境变得十分险恶 受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南北夹击 处于两面受敌的境地 特别是苏联在中苏边境大量增派部队 陈兵百万 虎视眈眈 对中国构成巨大的威胁 这种父辈受敌的处境 让中共领导层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对此 毛泽东曾向人表示 看来我得像鲁迅说的那样 我也得横过身来战斗 才能有效地进行两面战斗 一手对付美国 一手对付苏联 话虽这样说 其实毛心里也很发毛 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在两条战线作战 外蒙古的苏军坦克成了毛的心病 为此 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 以往中国同时反对美苏两国的外交战略 改变同时打两个敌人的做法 实际上 早在珍宝岛事件之前 毛就已经开始把目光转向国际舞台 寻找在对抗苏联的各种可能的同盟军 珍宝岛事件 以后更加强了这种解魄感 按说中国历史的毛泽东 很快便从以一质疑的传统中找到灵感 萌生了连 美整苏的想法 决心采取远交进攻的策略 同远隔太平洋的美国缓和关系 利用国际间的合纵 连横来对付北方近邻苏联 以减轻中共自身的压力 在此之前 毛泽东已经注意到了新当选了美国总统尼克松 在就职演说中向中国摇动的感染之 表示 将寻求改变孤立中国的政策 不让其在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 不过 中美关系的僵局冰冻三世 非一日之寒 同样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化解的 况且迫不及待的同美国讲和 难免也是人留下中共走投无路 只好投靠美国的印象 这样做 既有损中共反帝其手的形象 也不利于中共在与美国讨价还价时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 毛泽东最初按兵不动 期待美方在中美和解的问题上 采取主动行动 珍宝岛事件后 毛泽东的这种心情更加迫切 他曾自言自语道 中苏发生交战了 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 好做文章了 为了在与美国人的谈判中占据有力的位置 毛决定暂时稳住中苏关系 至少不使两国边境武装冲突的事态进一步扩大 以免给美国增加谈判筹码 然后再徐途改善中美关系 基于这种想法 毛泽东在处理珍宝岛事件的问题上 提出了坚决反击准备谈判的两手策略 一方面在宣传战中对苏联言辞谴责 以爱兵姿态争取世界舆论 另一方面 不关闭谈判的大门 呼吁缓和边境的紧张局势 这一点从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 对珍宝岛事件的官方表态中 也可以看出文章做的是活扣 可禁可退 1970年中共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 虽然九大召开在即 然而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背后 却是一个大乱过后留下来的烂摊子 各地仍然派斗不移 生产停滞 社会生活的秩序荡然无存 偏偏在这时 中国又与强尼交战 整个国家面临的形势异常险峻 周恩来也知道 中苏两国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 扩大战术无异于玩火自焚 因此必须严格控制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的规模 在这一点上 他和毛不谋而合 为此 周恩来在主持处理珍宝岛事件时 全力执行毛泽东的两手策略 一方面在表面上绝不示弱 以中共政府的名义召会苏联政府 就边界流血事件提出强烈抗议 另一方面则在内部做工作 尽量缓和当时部队中强烈的求战情绪 周多次召见沈阳军区司令员陈希莲 强调说 我们已经有礼 也要有节 我们打地是一场局部的边界战争 一方面不要扩大 这要求我们必须具有战略思想 并再三叮嘱 炮弹至多只能打到江边 万万不可向纵身打 在3月15日中苏边境再次爆发武装冲突后 周恩来又立刻指示 陈希莲转告沈良军区前 县指挥部 今晚和明天都不要开炮了 通知苏方把他们的尸体和费坦克拉回去 人家面子上不大好看 给他们一个台阶下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 苏联方面的温和派 担心边界武装冲突的事态发展失去控制 想与中国方面进行最高层次的对话 由柯锡金亲自出面 试图通过中苏之间原有的热线电话 要求同毛泽东直接通话 谁知中方的话务员竟然未经授权 把柯锡金大骂一通 说 修正主义分子 你是什么东西 配合我们伟大领袖讲话 随即 把电话挂断了 于是 依次可能的中苏之间最高层级的对话 就这样夭折了 同时毛泽暂时稳住中苏关系 不使两国边境武装冲突进一步扩大的计划也破产了 苏联在以柯锡金为首的温和派碰了钉子后 自然恼羞成怒 其内部的强硬派一剑占了上风 伯烈日涅夫在随后发动的外交攻势中 严厉抨击中国 鼓吹建立旨在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 苏联军方则公开将中国和美国 西德 并列为主要假想敌 并在中苏边境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在这种情况下 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武装冲突从乌苏里江扩大到黑龙江 从水界扩大到陆地 又从东段扩大到西段 直至八月间 在新疆铁列立体地区 又一次爆发严重的武装冲突 苏军为报复珍宝岛事件 伏击围歼了中方的一 热边防巡逻派 不仅如此 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七颗为首的军方强硬派 甚至主张动用部署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 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 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的重要目标 实施外科手术式和打击 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 苏联驻美大使多伯雷宁 为此奉命约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 通报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 试探美国方面的反应 并通过各种渠道放出风声 对中国进行核威胁 一时间 中苏边境战云密布 两个共产大国的关系 已经恶化到爆发一场核战争的边缘 苏联这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 使得处于相对弱势一方的中共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当毛泽东获知苏联准备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后 表示无非是打核大战 但比人不怕 毛虽然嘴上很宁 但实际上 却对形势估计得十分严重 甚至准备再度上山打游击 他设想了各种最坏的可能 准备全世界的地 修 反联合起来 从四面八方同时进攻中国 其中苏联是中国内外的主要威胁 打仗在所难免 在国内进行了大疏散 深挖洞 广积凉 准备打一场长期战争 同时给自己准备了多处万无一失的防空洞 在这种情况下 一种战争迫近的危机感 紧紧地抓住了毛泽东 使得他急切地要抓住一颗松摇洞的橄榄汁了 为此 毛做了两手准备 一是加强国内的战备 以防苏联随时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 二是开始积极行动打开中美关系 利用间接同盟军来抗衡苏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